长厨 面粉中分次注入约15毫升清水 稍稍拌匀成疙瘩面糊 待用 用油起锅 倒入葱碎 爆香 放入切好的西红柿 翻炒半分钟至出汁 营养分析 西红柿含有钙、磷、铁、柠檬酸等营养成分 能促进消化 还有防辐射、美白皮肤等作用 注入约500毫升清水 加盖 烧煮两分钟至烧开 揭盖 放入切好的金针菇 搅散 分次少量放入疙瘩面糊 加入盐 鸡粉 胡椒粉 搅匀 烧煮半分钟 鸡蛋打散 淋入锅中 搅匀 制作指导 拌好的鸡蛋液准备倒入锅时 可以将一个勺子反扣拿着 将蛋液倒在勺子上 再流进锅里 这样煮出来的蛋花会又薄又嫩 关火后 盛出疙瘩汤 装碗 放上洗净的香菜叶即可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 掌厨 感谢你的点赞 评论 留言 与分享 订阅 留言 留言 留言